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回头你跟 请进 请进 你跟那边主持人收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夏总 你来了 你们先去吧 来 快请进 就是给你带个新茶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呢 还有三个采访 一会儿还要去一个澎湃 实在没有时间了 只能帮你约到这儿来了 没关系的 那天你跟我说完以后 我想了一下 的确是我产后的问题 我回去呢 也查了很多资料 我想 你们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 你有一些负担 但是我觉得你担心的 不是年龄 而是你身边的人 对你的认知和判断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有一些落差 好 我走进这栋大楼 每个人都会跟我问好 当我上节目 接受采访的时候 大家都会喊 嗨 夏琳姐 我就是一张被钉死的名片 上面就写着女强人 那女强人应该是什么样了呢 应该是工作狂 做事雷厉风行 最好还是身材苗条 永远不鲜老 那既然大家需要 这样的女强人 那我就努力地去做 还要把它做得更好 只不过是 最近啊 有点力不从心了 甚至 难以启齿 其实啊 这种状况 很多女性都会遇到的 它不是什么例外 只不过大部分人 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只是觉得有一些麻烦 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是在一次酒杯 当时我还在台上致辞 我突然就 就失控了 我特别讨厌这种失控的感觉 你知道 我不能失控它 可笑吧 我可以控制整栋大楼的每一个人 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尿 我们不敢说 一次就能把你全部的问题都解决 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最大限度地来缓解你的困扰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很担心 杨先生 你们都会认为 我跟小杨就是 一时的激情玩玩而已 对吧 我可没有啊 但是其实 其实我告诉你啊 真正离不开对方的那个人是我 我跟小杨在一起呢 我可以 撒娇 可以幼稚 甚至可以不用想这么多的责任 其实他们很多人在我背后 都喊我老女人的 我根本就不在我 但是小杨不行 我不能让他认为我真的老了 我们会 保护好你的隐私 这个请你放心 谢谢亲爱的 谢谢你能够理解一个女人 在年轻老公面前没有安全卡的顾虑